高質量發展在一線 這次真是認真高 今期我們走進的是裝備製造產業集群的隨工塔基 要了解最一線 當然就要上塔基看看他們的明星產品 但對於記者 第一次徒手爬上25米 大概八層樓 都可以說真是有些高 世界工程機械行業龍頭的徐工集團 體掌佛山製造產業鏈條配套完善 和交通區位等優勢 在2020年斥資20億元 在佛山打造廣東隨工建機智能製造基地 成為蠟燭越港澳大灣區 面向東南亞、非洲等世界市場的重要橋頭堡 作為隨工最大的跨省項目 目前這個基地已經有13條智能化生產線 包括處於行業領先位置的4條黑燈產線 工業機器人應用達到109台 實現每60分鐘產出一台塔基 每80分鐘產出一台升降機 這邊還是以高端產品 服務華南市場、東南亞市場 以及後面的非洲市場、印度市場 目前的出口市場和去年同期增幅都在20以上 國內為了重大項目、超大等位產品 整個訂單的增長量在30%以上 這也是為我們今年的高增量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作為建設珠江西岸先進裝備製造產業大的龍頭城市 佛山憑借深厚的產業基礎 佔據上產業大高端裝備製造業規模的半壁江山 去年佛山規模以上工業 實現增加值5,761.84億元 增長1.6% 其中先進裝備製造業增長達7.1% 而在加快推動裝備產業萬億集群 實現高質量發展新升級 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和競爭力的 智能製造產業集群這個廠關題當中 佛山近年持續引入的隨工、寧波海天 以及在佛山開年大商行動當中 宣佈投資10億美元項目的 德國SEW傳動設備公司等等 這些重點項目的強勢加盟 冒易成為了重要的助力 去年我們企業生產了全球最大的 研發了全球最大的 1萬5千對米的塔基 這兩臺塔基 全部用在國家的重點建設項目上面 這兩臺塔基的這個研發 奠定了我們企業在全球的領先位置 今年我們要把一個產品的研發中心 要放在我們這個企業 大概整個高端技術人才 將達到20人以上 這些人才都是在國內行業當中的一些專家 為我們整個產業鏈的人才的培養 應該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我們決心以許工的技術 許工的產品 和產品的標準 來帶動整個產業鏈的全面升級 我們相信 經過這兩年的努力 這個目標一定能夠達到 萬億裝備製造產業 支撐著佛山實體經濟的厚度 今年 市政府工作報告提出 要做大做強戰略性新興產業 推動高端裝備製造等產業 加快發展 隨著裝備製造加速轉向 高端化、智能化 佛山裝備製造 必將成為高質量走出去的先行者 令中國看好佛山製造 令佛山製造 闖出世界